請一下主委 請下主委 我想任何一個委員可以到任何委員會質詢 這是他的質詢 我覺得其他委員不需要動輒扣一些什麼帽子 第一個 我想這次當然現在回來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國際媒體一片按讚 最新的不是美國國務院按讚馬熙會 歐盟肯定各方面 你要不要講一點國際各個國家 對這一次馬熙會的總體的評價怎麼樣 你要不要講一下 其實外交部在他的報告裡面 都有把各國的立場說得也很清楚 各國的評論 我們當然關注的特別是幾個重要的國家 美國怎麼樣 我想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很早就說 在11月8號他也講了歡迎兩岸領導人間會晤 也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美國是肯定的 對歐盟也是歐盟對外事務部 也說過這個非常令人鼓舞的一步 所以認為期待會提往前進 日本怎麼講 日本說這個 日本將密切關注這個進展 台海和平穩定地區來 整個世界極為重要 所以問題應該 應該直接展開對話解決 新加坡怎麼講 新加坡也講的同樣的話 認為是一個重要的這個里程碑 新加坡在中環大陸這邊邀請下協助安排 作為他們長期的友人 他們樂意協調 直接對話 強調新加坡議案 我們可以看得到 全世界主要的 大家關心的國家 那你當總統再來講吧 對不對 是啊 沒有啊 對不對 你尊重我的發言權 你尊重我的發言權 尊重我的發言權 尊重我的發言權 尊重發言權 尊重發言權 等一下我們才會 好 那為何一開始的時候 總統不講一中各表 不講總統因為前面五分鐘時間 他希望不在後面 那個味道 是不是 那成局還是破局嘛 很簡單 這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 如果你一定要講一中各表 他馬上講一國兩制 那就回家了嘛 就破局了嘛 因為很多非常直率坦白的話 我們必須在這個沒有美光燈的這個照之下 我們大家要很坦白的來交 所以都很清楚 我們都很清楚說 現在看到也慢慢在解密 事實上我們都了解 每一次要談到九二共識 後面一定要加一個一中各表 而事實上來講的話 他本身 九二共識裡面就是有一中各表 他裡面精神很清楚 當我們講到九二共識的時候 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現在大家看到說 兩岸這次的馬席會 其實其他的什麼那些東西都肢結了 最重要就是 再確認九二共識 這個話你同意嗎 同意 好 再確認九二共識 可是 中國大陸不斷地強調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不斷地強調一中各表 我們能不能說 一個 九二共識各自表述可以嗎 我想 我們還是堅持我們的原文 就是 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所以當我們講到九二共識的時候 是一個一中各表的 對 我們講到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所以其實 就九二共識這四個字珍貴的地方 就在於說 這是雙方 很久磨很久磨很久 磨出來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四個字 這四個字呢 老實講 某種程度也是有點模糊空間 我想在國際社會上 模糊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安排 對不對 這是一個模糊空間 因為他們只接受 只願意講一個一中原則 我們要的是 我們堅持的就是一中各表 所以一個是一中原則 一個是一中各表 所以某種程度 就大家同同同意的九二共識 最大的公約數 其實裡面還是存在 某種程度的一個模糊性 你說對吧 當然 這樣子是外交的常態嗎 是 很多時候講話 不一定要講得非常的清楚 在外交上 有人講說這個叫創造性的模糊 而且是 是叫做善意的模糊 他也知道我們不斷地講一中各表 他不能接受 那沒關係 但是我們大家就講 都可以接受九二共識 所以這個九二共識 還是有一定的模糊性 在這個創造性的模糊之下 兩岸的關係的確是在過去七年 往前推進了非常多 是啊 我們就想說 某種程度的模糊性 讓這個兩岸關係 往和平方向走 有什麼不好呢 沒有 沒有 沒有不好 為什麼在批評這麼大聲 一定要講這個 講這個 這樣的東西 大家有一定的模糊性 我們就不斷講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他不斷講一中原則 一中原則 但是大家都說 推出來四個字 九二共識 大家都能夠接受 那不是很好嗎 我覺得 我覺得就我們來講的話 小老百姓的角度來講的話 為什麼說這樣 這樣不可以 我就不了解 我說為什麼這樣不可以 請問你 所以 換人之 換人之 外界的批評說 有些的批評 導致講 刻意的批評 說把台灣鎖進一中 你要不要再嘗試多一點說 為什麼沒有把台灣鎖進一中 第一個 我們去開會的這個前提 就是在這個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政治基礎之上 我們才同意會去 第二個 在這次整個會議裡面 我們也講得很清楚 正式的會談 馬總統把我們的憲政的機制 把我們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 怎麼樣來 來這個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由來 以及它的實現 都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 我們並沒有被限制在 所謂的一中框架 我們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 我們在推動我們兩岸的關係 以及做國內的政治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們要不斷地點出來 說因為總統在那個場合 記者會 當然很重要 600多個記者在聽 在看怎麼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 你不能說前面重要 後面不重要 對不對 這時候他講了中華民國憲法 講出來了 在面前講了中華民國憲法 講了要國際空間 講了要撤飛彈 老實講 老實說 這三大項都是台灣人民最關心的題目 身為一個台灣人民選帥的總統 他都講出來了 我覺得 馬總統的確是在對方的領導人面前 把我們關心的事情 把兩岸定位的實況 做了非常詳細的闡述 那我們的闡述 他們以後的回應 你認為會不會 未來有善意的回應 我們預期會有一些 對於他們這個領導人之間談話 這個執行的單位會有一些 最後一個我讓很多的朋友不斷來批評 這個黑箱黑箱 其實真的不需要隨便扣帽子了 美國總統歐巴馬 跟18個月談判跟古巴要建交 國會通常不知道 國會通常不知道 美國國會談判期間不知道 有沒有表決 讓國會表決 沒有 德國的總理 法國總理 訪問中國大陸 有沒有經過國會的批准 沒有 中立韓三國的高温會議 事前日本有沒有批准了 沒有 這是一個國家元首的權限 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處理這一類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分 什麼叫外交機密 什麼叫機密外交 我們反對這個秘密外交 可是我們對於很多 外交上的敏感的事情 我們要成熟之後 才能向國會做報告 我們最後 我就一句話 當李前總統在執政的時候 蔡英文那時候 是丟出來兩國論的時候 都沒有向國會報告 我們都不知道 突然砰 跑出來一個兩國論 所以要講黑相 扣不完 最少這一次 三天前就來國會 來報告 其實就整個全世界的 一些的所謂的國會 行政跟立法之間的運作 來講的話 某種程度 已經是來報告了 我是覺得 大家要講一套 做一套就好 不要說一套 另外做一套 就是我們要監督 就應該讓總統來 各位很多的 反對黨的 這些先進們 好好的 去問總統 為什麼你不講這個 為什麼不講那個 那個時候 才真正的 這個民主 要強調台灣的民主 那才真正台灣的民主價值 就是 讓總統來 接受國會的監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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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賴委員你的意思是說 可以尋答 有尋答嗎 好 我問總統啊 不是這樣講嗎 他們講嗎 這個 這個 主委 你剛才給我們的這個 是 是 你們整理的這個 逐字稿 對 你們有沒有寫錯啊 因為我在這邊 有一段 我唸一下 你聽一下 在這裡我特別 就馬總統講 在這裡我特別跟習先生說明 最近外界報導 朱日河基地軍演 還有飛彈方面的問題 這是反對黨常常用來批評兩岸關係的口實 如果有機會的話 貴方能夠採取一些有善意的具體行動 應該可以減少這一類不必要的批評 所以我們在 立法院或者是媒體報導這些都是不必要的批評 所以我只要跟你確認馬總統是這樣講 沒有錯